雖然微解封不過民眾該遵守的防疫 規定還是不可以鬆懈的 16號下午有兩名男子在開車的時候 違反規定脫口罩抽菸 由於車內兩個人以上就必須要全程佩戴口罩 因此交到線上巡邏員警攔查 卻意外發現這個副駕駛座的乘客 居然是一名毒品通緝犯 立即把他逮捕歸案 員警在線上巡邏 看見有駕駛違反防疫規定 在車內脫口罩抽菸立馬進行攔查 途中副駕駛座的謝忻男子 卻想趁著員警在跟駕駛核對資料的同時進行開溜 被眼尖員警逮個正著 行為怪異回話吞吞吐吐吐 一查之後才發現原來市民毒品通緝犯 我們一定要怎麼認 什麼有按鍵 我沒有按鍵 你先查他在哪 我打理老闆 我沒有去哪裡 我打理老闆 不要那麼緊張 你在幹嘛 我打理老闆 沒關係 冷靜冷靜好不好 冷靜好不好 等一下 你幹嘛 你跟我講 還什麼事 你手在抖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 你在幹嘛啦 我打電話 沒事沒事 你先查他的 我不會走 警方於16日傍晚 防疫巡邏時 於中原路發現一隻小客車駕駛在車內吸煙 上前雨以南庭 副駕駛乘客竟神色慌張 下車欲往後方離開 警方立即攔下該名男子盤查身份 發現為花蓮地檢署發佈之通緝犯 立即逮捕反鎖偵辦 防疫期間警方維護治安不打烊 民眾切勿以身釋法 原警在確認身份後 立馬將蔡信男子逮捕歸案 並在車內進行搜查 由於無心駕駛也違反了防疫規定 在車內兩人以上脫口罩抽煙 也被警方以傳染病防治法 含爆花蓮縣衛生局來做裁罰 記者許麗晴花蓮市報導 今晚 報告 打烊 謙花蓮 sites 現代查 您立即任 因此